佛小时分,几百明星来的人在白尼罗河畔的小村明卡门上岸 他们属于40多万因战乱而逃离家园的南苏丹人 这批人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博尔镇逃出来 军队仍然效忠政府的部队以及支持他们的民兵和反政府武装在当地爆发激战 为了逃离战火,他们在漆黑的夜色中乘小船漂泊了8个小时 从博尔周边的琼莱州抵达明卡门 他们几乎带来了全部的家当,甚至有人把牛也牵来了 如果他们有钱,有可能转往其他地方,或者就停留在这里 等局势安全了再返回家园 新赶岛的人群中包括了牧师丹尼尔·加朗 这是一位跨制攻击步枪的神职人员 他刚刚引导大约100人从虎口脱险 他们之前躲藏了三个星期,以逃避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 对我这样的牧师来说,和平好过暴力 所以我希望能够停火,停止杀戮无辜的平民 跟我来的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也可以把我看成军人,因为我有军事头脑 可是我是一位平民 已经有8万4千多人从河对岸的博尔逃出来 牛则是从这个星期开始抵达的 牛是南苏丹的一个主要财富指标 绝不能丢下不管 那些能够负担起的人把牛装满了船 这是一个新的迹象 显示人们并不指望很快就能回家 来自博尔附近的杜克县的地方官员 伊莱甲·马克诺姆说 那些没有逃走的人正在受难 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 很多人躲在灌木丛里 而灌木丛里没有吃的 这是我在当地目睹到的挑战 几乎所有在明卡门落脚的人都是丁卡人 和总统基尔属于同一个部族 总统基尔和首要政敌属于努尔部族的马查尔施河 随后引发了部族冲突 伊丽莎白·雅尔加朗和母亲睡在这棵树下 从最近的暴力中 她看出了1991年丁卡族遭屠杀事件的影子 当时马查尔领导另一个反政府武装组织 很多人指责说屠杀是她发动的 马查尔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人呢 他杀了男女老少 现在又想当领导人 他这是第二次怎么干了 我们不会忘记 丁卡人流落到此地 而遭到暴力袭击的努尔人 则逃亡到南苏丹的其他地方 其中有数万人在首都猪八避难 停火谈判还在拖延 因为这些战乱而被紧离乡的人 还迟迟看不到归期 美国之音记者乔洛斯 南苏丹 明卡门报道